大家好 在我们南方 这个时候养护茉莉花 很多都长了很多新芽出来 大家看像我这一棵 长满了新芽 那么在北方 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养 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在北方养好茉莉花 一定要先看一下 我们所处的地方 气温怎么样 如果说这个气温在15度左右 那么这个茉莉花 它的根系就开始变得活跃 所以说 这个时候要及时的给它松一松土 及时的给它补充一点有机肥 比如说像这种发酵好的干芽粉 因为这种干芽粉 它的肥力比较温和 又不会烧根 我们给它松一松土 再给它放上一两抓 跟这个土壤一起混合 让这个土壤变得疏松透气 然后我们再结合一点 这种快速生根粉 又把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虽然说顶端它没有长新芽出来 但是15度左右 它的根系开始活跃 我们使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让它的根系快速的强壮起来 让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那么等到我们发现这个新芽长出来了 再给它补肥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需要给它做修剪的话 最好等到这个温度稳定15度 大概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 再进行给它做修剪 要修剪完了 用同样的方法来给它进行补肥 究竟它生根 这样的话长新芽就快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